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北京 这里是北京的前门东路 这里距离天安门故宫也就一公里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赵本山在北京住的顶尖级豪宅以及他的饭店 前方这栏大楼呢,就是他的豪宅了 如果北京有一环的话,那这个位置绝对称之上是一环 赵本山呢,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是特别的熟悉 他1957年出生于辽宁田宁市 他是著名的演员和导演 他一共是上了21次春晚 可以说是妥妥的春晚常客,更是小品之丸 他这个豪宅这里呢,有饭店,有大舞台 几乎每个到北京的人呢,都会来这里打卡 这里呢,更像是一个旅游景点 可以看得见,今天的人流量还是挺大的 这边呢,车子都停得很满 这个院子呢,也是够大的 这边还有两个石狮子 抱着一个绣球 这边是老公三专 老公三专呢,是一个饭店 中间这里呢,就是大舞台 这边的菜呢,都是这个东北特色菜 东北菜呢,就相当于是大伯顿 然后呢,份量很足 这老公三专几个字呢,都是由赵本山亲自提写的 这个房子呢,建设的也是古色古香的 很多人都慕名在这里打卡拍照呢 今天的游客确实挺多的 关于赵本山的流浪跟大舞台呢 在全国各地啊,其实都有很多地方有 你像沈阳呀,长春,哈尔滨这些地方 都是有流浪跟大舞台的 这边就是流浪跟大舞台了 如果运气好的话 在这里还可以看见户外的表演 那边呢,就是售票处 这个票价还是稍微有点贵的 最便宜的一张票好像是300多吧 贵的呢,就是上千了 他这里占地面积真的是非常的大 在这里既能吃饭呢 也能够住宿,还能够看表演 这后面的这个院子这里啊 全部都是他的 其实他这个房子呢 建设的有点像那个北京的四合院 只不过他这个房子更高 在北京这样秤都秤进的地方 我估计赵本山他这块区域啊 至少的值好几亿了 前方那边呢,就是观众路口了 如果你看表演的话 是在前面 中间还有一个罩本山的雕像 北京这边的这个流浪宫大舞台 这里啊,2009年就开始有演出了 距今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了 从这个后院过去了 就是前门大街和大石烂 他后院这边的楼层还是挺高的 因为有很多人啊 都是住在这里的 不知道这里住一天需要多少钱 吃个饭的话最便宜的一个菜也得四五四五六十吧 不过我现在估计赵本山呢 他应该是很少来的 除了这个流浪宫大舞台挺多之外呢 他在全国各地啊,很多地方都有豪宅 你比如说在东北的话,有一个豪宅就特别的有名了 被很多人称为了东北第一皇宫 特别的豪华 反正在全国各地,很多地方都有豪宅吧 对于明星这些呢,他们买房子更多的是一种资产的配置和权利的象征 因为这代表着一个人的身份和地位嘛 反正房子这个东西呢,它也是一种资产 有钱自然里的地位呢,就提高了 这边还展示了一些东北文化的一些元素 反正在这里啊,基本上都是展现一些东北特色文化元素 二人赚嘛,反正就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这个气场,大家觉得怎么样,是不是相当的霸气呢 而且如果你在这里看表演的话,你还得提前来预约 因为如果说你不提前来的话,你不一定能够站得到一个好的位置啊 其实平时的话都是没有这么多人的 可惜现在的时间呢,是下午的13点25分 如果到了晚上来的时候啊,这里的流量非常的大 但是相比前些天啊,这里就奇怪了很多 这边车子基本上挺满的这个院子 在前段时间,或者说是平时啊 都不会有这么多的车子停在这里的 可想这个生意呢,是越来越好了 这前方还有一个老子的雕像呢 反正我觉得挺奇怪的吧 竟然平时都有这么多的人来这里参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